寒靜 嚴禁所有人鎖房門 我也超討厭小孩鎖房門的耶 對 到底有什麼好鎖耶 可是我已經二三歲了耶 然後咧 那我想問假如說你要 我現在三十歲在房間 你不會鎖房門啊 那假如你爸每天就這樣 就衝你房間了 當然不愧走 你進去一定會敲門啊 沒有啊 蛤 等一下 他們說會敲但是 他們都是先開在敲啊 那開咧 那沒有 那如果沒穿衣服呢 是不是順序有點倒了 嗯 不是 欸 我講你二十三歲 我現在五十幾歲了 我的房門你們想進來就進來 我沒有想看你啊 我根本沒有想進去啊 我根本沒有想進去 沒有辦法裸體耶 對 對啊 所以我 所以我不會這樣子啊 就是我覺得平常開 可是如果晚上有時候 可能就是9點10點 然後凌晨的 就是 鎖門其實還好吧 而且我爸媽有時候也會鎖門啊 這一條是 爸媽鎖門是在忙啊 那我鎖門有時候自己忙 也在忙 沒有 沒有 我只是說有時候男生鎖門 我們男生鎖門是有鎖門的苦衷 對啊 所以這一 這條 我們幹嘛鎖門 這條是 這條是媽媽規定的嗎 對 我媽媽每次就會罵 她就可能敲門 韓先生 你現在鎖門怎麼樣 你租亞房是不是 你要不要付錢了 你每天這樣鎖著門回來 然後你當我這邊是什麼 租房客啊 你都什麼都不做就鎖著門 我就覺得 我可以開門啊 你罵那麼多 我還是得開門 不是 因為我覺得很不公平的是 我跟我老公只要鎖一次房門 第二天他們就會說 所以幹嘛鎖門 對 我女兒也是耶 然後他們每天鎖門 我還要敲門他才開 就變成說為什麼我鎖門是不應該 而且他們常常會進來我房間 用廁所用吹風機洗澡 但我卻每次要敲他們的門 對啊 為什麼 這就有吵 你看喔 等一下 然後很奇怪喔 你難得鎖個門 他們就覺得你一定在幹 對啊 為什麼 那你們在幹嘛呢 我媽 我們在看電視 你們 看電視幹嘛鎖門 對啊 有時候是故意 不是 我媽可能有時候 一三五鎖門 然後我可能 等一下 然後一轉 所以你是一三五在 你看看得起你爸了 初一十五 初一十五 他只要鎖門 我只要一轉門鎖了 我就 好 不吵他 可是我鎖門他就 韓先生 韓先生 你朱雅房嗎 然後敲門 你看這互相的嗎 我不會 不是耶 我們難得鎖門 你應該要開心 我開心什麼 不是 我高什麼事 很變態 開心 爸媽到這個年紀還會鎖門 那韓菲 韓菲會鎖門嗎 我會鎖 但是我是真的就是 因為我是一個 比較沒有安全感的人 所以我晚上我是那種 連窗戶都會鎖 然後窗臉一定要拉到底的那種 所以我鎖門是 我會比較有安全感 對 這... 但是你白天也是會鎖啊 因為我爸他常常會突然 直接闖進來 他可能會突然 我在打一下電腦 突然我的門被推開 然後他... 然後他就... 然後我就說 怎麼了嗎 他說 然後又關起來 那就很沒問題 他可能這樣測試一下 他的定位有沒有 是 當機 不是啦 就... 因為他們兩個回到家了之後 就... 我們都會在客廳 然後他們就會進房間 對 正常啊 進房間了 那也沒關係 你們就進房間了 那我只是說 有時候 你知道吧 當爸爸嘛 就想說 盡量再不影響你們的 輕輕的打開 然後不要影響你喔 不要影響你喔 然後看看 看看他們在做什麼 然後看他們在... 你是上癮的 寫功課 在打電腦 認真的樣子 我們就覺得 很滿足很開心 不是 其實正常喔 青春期的孩子 他不會主動鎖門 他... 他之所以鎖門是因為 真的有一些事情要做 而且他是知道說 你們如果看到房間裡的畫面 可能會破壞親子關係 就是有一些畫面 你們真的承受得住 你們衝進來看到的畫面嗎 假如大家都OK 那也無所謂 但是你們假如... 還是說進來 就說爸來啦 視覺的衝擊 對 你們會有視覺的衝擊 但是假如大家都OK 都... 心中不全 不尷尬 我覺得中平哥的個性 他進去 他出來就會說 孩子長大 你們有曾經限制 不是爸媽媽不能鎖門嗎 沒有 不是 我就不喜歡 好像你鎖門我鎖門 但你隔天看我的表情就不對 那你也可以看我的表情不對啊 你知道我... 你知道我女兒有時候說 你昨天鎖門耶 我說怎麼了 他說 你們結婚這麼久了 我說那怎樣呢 他說結婚這麼久還會鎖門喔 韓菲要觀察 要觀察 有時候鎖門不代表什麼 大協商 好啦 你們希望 是 不要限制我不能鎖門 我覺得協商就是 如果他們兩個要鎖門 那我們就大家 晚上睡覺都可以鎖門 鎖 你們有曾經限制爸爸媽媽不能鎖門嗎 沒有 沒有 不是 因為他們沒限制 但是 他們會有時候會 只要看到我鎖門 他隔天就會那樣子 我就不喜歡 好像你鎖門我鎖門 但你隔天看我的表情就不對 但你也可以看我的表情不對啊 你知道 你知道我女兒有時候說 你說你鎖門耶 我說怎麼了 他說 你們結婚這麼久了 我說那怎樣呢 他說結婚這麼久還會鎖門喔 韓菲要觀察 要觀察 有時候鎖門不代表什麼 但如果鎖門 但如果隔天媽媽出來是這樣的時候 那就是有一些狀況 那可以嗎 協商 要鎖就全家鎖 全家半夜鎖門 要不然這樣子好了啦 那個 折中 就是 一三五鎖 不是 白天呢 一三五你鎖二四六他鎖 什麼 是啦 那個 白天的時候就都不要鎖 晚上大家都可以鎖 你們在家就是十 十一點半以後才能鎖 那我們也可以鎖是不是 我們 就 都可以啊 都可以鎖 而且每次鎖我們房門 都是你去鎖的啊 十一點半 好 十一點半以後 十一點半啦 就是在家裡面十一點半 就晚上 可以啊 之前都不要鎖 都可以鎖門 但前提之下進去之前要敲門 對 不是進去之後再敲 而且不能叫他趕快 趕快什麼 你就要給他個三分鐘五分鐘 到底在裡面幹嘛 緩和一下子一定要的 一定要緩和一下子 好的